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消息服务器开发这样一个系列课程 在上节课里面呢我们对整节课程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 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个课程的 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节课里面呢我们就开始进行 具体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 好讲解 那么我们现在呢先进入这个入门阶段 那么第1节课是什么呢 node.js的net模块 从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到这个net这个模块的话 应该是和这个通信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好我们进入 好 net模块这个东西我们给他一个简单的概述 说到这个概述的话我们就要先从他的这个 从这几个基础点去说一下 首先那是TCP IP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他那是一个传输的一个写意 他主要解决的问题呢 是数据如何在这个网络中 传输 那么这个那是 TCP IP 写意 这个呢 就涉及到网络的一个基层模型 比如说 比如说物理层数据 数据链路层网络 传输 绘画 表现和应用层 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 常说的这个网络的一个基层模型 然后回到第2点就是我们的这个Socket Socket 相信 有过其他语言经验的 同学的话 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他呢 就是对这个TCP IP 协议的一个封装 他只是程序层 层面的一个封装 然后呢 我们最 在之上 还有一个叫 HTTP 这样一个 协议 它呢是属于这个应用层的一个协议 主要呢 是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 如何来包装这个数据 这个呢是 Net模块相关的一些东西 好 简单总结一下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Socket 它其实是对我们这个 TCP IP协议的一个封装 所以说Socket本身并不是协议 当然是一个调用的一个接口 然后从而就形成了我们知道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函数接口 比如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创建监听 还有连接接受和发送数据 读写数据这样一些 方法 也可以理解为是接口 好 这个是一点 另外呢就是TCP IP 它呢是一个协议站 所以 它本身并不能直接运行 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实现 那么 它才能够 用作实力来运行 同时呢 它还需要提供对外的一些操作接口 要不然如果是 封闭式的 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操作它了 概念的话我们就不再多讲 我们这 就先直接来看一下单向通信 这样一个东西 类体模块的话其实就是在load里面 load.js里面 实现了对这个 TCP IP的一个 一个简单实现 所以呢它可以实现我们刚刚说的 比如说这个Socket HDP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 单向通信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使用net 这样一个模块来实现一个单向的通信 好 我们直接还是来看代码 好 本来呢我们是说这 这一系列课程呢是用这个webStorm来做具体的一个开发的 后来呢 想了一下觉得可能webStorm更偏向于网页端的一些开发 那么如果是后台的一个load.js的话我们就选择了是这个 VSCode来做 开发 那么VSCode是什么呢 VSCode是这个 微软开发的一个 ID 这个其实不能叫ID 只能叫文本编辑器叫Texteditor 它呢 比ID要弱一些但是呢 比 大部分的这个 文本编辑器也 相比的话是也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我们的 这样一个演示 首先呢我们先 打开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 文件 这里呢我们是放在这个code这个地方的 所以呢我们就先 打开它 好 这里面呢有些无用的文件我们就先给它删掉 是 不需要的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写代码来 展示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单向的一个通信 呃 由于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二课式 所以呢我们就 创建了js 就以 02 然后里面的第1个js 好 首先呢我们在写load程序的时候 呃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我这边写的代码都是以 1s6的这样一个标准来写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特性 首先呢是我们 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 把 Uselect 来写出来 这样子的话使用严格模式可以对我们的代码的质量有一定的一个保证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 直接用它这种做法 那么它就会报错了 它就会 有问题 好 首先我们 要使用node这样一个模块 要使用net这样一个模块 那么第1步肯定是我们要进行什么呢 requare 那么这个第1个呢就是requare 然后第2个呢是用它来做什么呢 创建一个sever 看一下 create sever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做这样一个智能提示呢 好 很简单 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process 它会有提醒 那这个时候我们输入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 注意看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干什么事情呢 download type download type definition node.d.ts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安装我们这个load的这样一个智能提示的一个文件 下载好之后 它就跑到这儿来了 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法签名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写的话 比如说我们再来 写一下 let create create saver 看一下 你看这里面它就给会给我们提示这样一个参数 你看 要多种做法 好 把saver创建好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处理 干什么事情呢 当这个saver被 connecting的时候 当我们的这个saver被 被连接的时候 好 它其实是一个回调啊 是一个socket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socket 就可以发送消息了 hello 好 就这样 好 然后呢 我们socket 还什么做什么事情呢 end 表示我们这次传输已经结束了 好 那这种代码我们怎么跑起来了 这样子的话 只是说 创建了一个saver 但是 而且呢 处理了这样一个连接有 客户端连接过来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要监听一个端口 如果如果不监听端口 那我们的这个 又是该从哪启动呢 好 我们就监听到这个8000号端口 当监听端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日日出来 比如说什么 saver saver started Listening 好 监听端口 8000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小应用 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来启动它 cmd 好 输入load 然后呢 0 我们就可以按table键 可以智能提示出来 这个呢和Linux下的这样一个table 其实效果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saver started Listening Port 800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来测试呢 我们可以使用 localhost 8000 来访问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hello就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为什么我们是 用net这样一个模块创建的一个 Socket 这样一个 TCP服务 为什么 htp的这样一个 协议 就浏览器一般发请求是发的http 那么为什么能访问到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虽然 http访问到了但是它没有我们 http最 一个比较 中央的一个header就是responseheader 所以它没有想没有这样一个responseheader 它仅仅是 Socket把数据返回给它了 那为什么能访问到呢 因为http 是基于socket来做的 所以说呢 用touch发的话 这个socket还是会有响应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单箱通讯 当我们 请求这样一个地址的时候 它就会给我们 数据 好 这个呢是用http的一个方式来 做的一个处理 做的一个处理 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做呢 实际上的话我们就应该用 这种方式 好这里我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其实可以让它叫sever 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fold 好 表示它是第2课式的 好 这样子的 看一下 我们把它这个改得更直观一点 好seve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创建一个connect 来去连它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好 首先同样的既然是netter这样一个服务 那我们的connect 其实它也是需要net这个包 所以呢我们的requail 还是一定要先 引入的 引入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怎么处理呢 就可以说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connect 它呢 等于我们什么呢 net 第2 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有几个东西 有三个方法可以用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能够选的应该是createconnect 或者说是我们的这样一个connect 那这样呢我们就先选择 用第1个connect 好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说明 好第1个呢是一个option 然后呢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这样一个port 然后host 还有local address 然后呢这个port是必选的 host里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呢我们就只提供这样一个必选的 是8000号 因为我们刚刚 发起的服务 就是8000 所以呢 用它来做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面 做一些 处理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连接成功之后的一个 这个回调 我们也可以 不管它 好 之后呢我们的connect就可能会 收到数据 但这个收到数据应该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 当有数据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 拿出来 进行一个展示 这里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展示呢 就把我们的console.log data 因为这个data呢其实它是一个buffer 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把它tose-zone tose-zone的方式 好 这个编码我们就不单独设置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还得再起一个 来跑我们的客户端 再把这个前面这个先给停掉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先进入我们的02 然后呢 node save 好启动了save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是 进入02 然后呢 nodeconnect 好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connect就把这个hello给打出来了 说明我们通过 TCP 这样一个方式也是连接成功了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 算是 通过connect的方式去连接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 这个单向通信的第1个内容 使用net来实现单向通信 那么 我们刚刚也说了使用http的方式也能够获取到数据 那到底和真正的http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再实现一个 http的一个save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差异 是什么 好所以我们再来实现一个http save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既然要使用http的一个save 那我们的这个包 就一定要就可能会换一个了 这个时候换成什么呢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引入我们的这个http 然后如果如何来通过这个http来创建save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http.connectsave 然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处理 看一下 输入一个半个括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里有一些 他的一些东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呢是一个listener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回调 然后里面的参数的话看一下里面的参数的话是我们的request 和这个 response 看一下这里有 request response 然后返回时呢是空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好做了 request response 然后他的返回时是空我们就 不管 好这个地方我们要 响应应该怎么做呢 点write hello 然后呢是 from http 这种方式 好 当然同样的 我们既然把这个save 创建好了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save 其实他有一个返回值 就是 我们的一个save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save 给 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http save 怎么做呢 neast 监听 监听我们的端口 8001 叫一个端口 监听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打印出我们的一个日志 http save started listeningport 8001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启动我们的 http save http save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httpsave就启动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访问一次 localhost 8001 看一下 好这儿你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转圈圈没有响应完呢 就因为我们这个代码有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response 刚刚看到了 刚刚在我们这个client里面就其实 save里面看到了 我们save会有一个end这样一个方法 其实呢我们的 这个httpsave也是一样的 要end一次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通知到 就说我们的请求已经完了 所以我们重新来一次 好 这个时候再来 看一下 是不是也就 有反应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请求的一个差异 在save 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 首先请求是非方两个 这个icon这样一个请求实际上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嗯 浏览器自己去发送的 所以我们可以忽略 但实际上它也是响应的是我们的这个hello 基于socket 这样一个东西的一个响应的话 它是没有response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对象的 但是呢 如果是http 那么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 有request 也有response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差异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你看其实算我们这边只能单向的通讯不能够 往 后面提交 呃 不能够一直说 我连通之后就一直发数据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呢这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 单向通讯 好 我们这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letter 这个地方 除了这种写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collect2 等于叫什么呢 creator connection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FCI 首先呢 第一个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port 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直接 看一下 它还可以直接用一个port这种方式来创建连接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它 来创建 然后当然 之后的一个用法 肯定就是 一样的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data 然后呢是 council.log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 再给它标注一下 来自collect2 好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在我们再启动这样一个客户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 首先联通的是什么呢 首先联通的还反而是这个collect2 然后呢再是我们的这样一个hello 所以这个先联通 当然这个顺序 不一定准看一下 其实它的顺序是 可以变的 就是说这两个不清楚谁先联好 所以呢它具有一个随机性 所以就是两种连接方式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演示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把 我们不仅使用这个net 实现了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讯 还 使用http 来 对比了一下和net 通讯的一个差异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net模块的一个 内容 好 下节课呢我们开始 讲一下我们这个TCP的一个双向通讯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